这是淡江之狼曾树成 曾经让很多女生吓坏了 不过他下个月竟然已经刑满要出狱 大家是不是怕怕的呢 尤其是北坚对他的评估 认为他有再犯之余业 所以士林地院现在已经裁定 在执行完毕之后 他还是必须要强制治疗 一直到这个淡江之狼 他的再犯危险 能够显著的降低为止 走在淡江大学内人心惶惶 当年淡江之狼出没 让女学生们闻之色变 现在即将刑满出狱 北坚认为他有再犯之余 士林地院裁定出狱后 必须强制治疗 直到再犯危险明显降低为止 警局内不断喊冤 他就是15年前在淡江大学附近 校外租屋簇性侵女学生的淡江之狼曾树成 警方在88年5月将他逮捕到案 检警调查发现 曾树成以望远镜观察女学生作息 选择独居女生 从房间窗户入侵后加以性侵 最后拿走被害女子照片当作战利品 因为这几个案子都是大别没所 然后让歹徒有所机会可称 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单身基础的女性 特别注意到本身边境的安全 高能法院依强制猥胁及强盗 强制性交等罪嫌分别判处2年14年有期徒刑 因执行有期徒刑15年 曾树成先进行强制治疗 直到94年才发监执行 经过缩刑后 今年8月5号起满 北间评估会议认为 他有高度再犯风险 出狱后应继续强制治疗 北间审慎评估 就怕淡江之狼出狱后 恶性不改 害更多无辜女子受害 中文新有杨周深温 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